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U6 GT220的駕駛心得 那在開始之前 很抱歉 因為這次的試駕比較臨時 所以沒有駕攝影器材 那這一篇我用很快速度講完它 我先講重點 主要重點就是它大概駕駛心得 還有就是 跟Eco Hyper比較 最後就是選購的問題 好那首先我們說它的心得 U6 GT220跟Eco Hyper比起來 它在剎車腳感變得很硬 但是性能好很多 然後剎車抖動的問題 這就是在U6上面 剎車抖動的問題 還有待時間驗證 那這個就556答案 再來就是變速箱 是我認為有感 很有感的一個地方 變速箱調教變得 非常有積極度 比起 舊版的這種比較偏向舒適柔順的幻檔來講 220它的幻檔上是比較積極比較快速的 然後動力上 反而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我這台Eco Hyper 2.0 它的動力跟一般的車子比 其實已經算非常充足了 所以升級到220 我覺得這動力上 是還好的 是不會這麼有感的 那再來就是懸吊的表現 GT220它的懸吊表現 它的路感變得滿清晰的 然後跟Eco Hyper比是變得滿清晰的 對然後 它的彈跳感受也不嚴重 這點是滿意外 因為它B1配19吋的框 還有比較硬的避震器 它能有這樣的懸吊表現 我本來以為會稍微有點跳 但是其實不會 它過坑的時候是滿舒適的 然後它跟Eco Hyper比的話 我認為它的差距幅度 是還沒有達到你要去升級的地步 因為Eco Hyper本身就是一個 相當不錯的產品 我認為其實是沒有必要 再花這筆錢去換購 GT220 但是如果你是U6一代的車主 尤其是1.8的 動力只有150P 然後只有雙氣檔的車主 那我其實 建議你去試試看 也許你會感覺到非常有感的進步 然後就想換購 也不一定 但是以Eco Hyper的車主來說 我覺得GT220的感受上 算是比較大幅度的 那種小改款的感受 我是說感受 不是說它實質真的有蓋哪些東西 感受上是這樣 因為對於我而言 Eco Hyper其實就非常夠用了 那最後有人會說 我到底該買GT還是GT220 我的觀點是 買220 因為以我來講我喜歡帥一點 然後我開車也有一段時間了 加上我開U6也一段時間了 U6它的各種影像輔助特別 其實非常衝突 所以有沒有那個自動停車 對我來講 不重要 那 貼一點點錢 你就可以 換購到什麼 換購到比較好的性能懸吊 還有比較帥的外觀 對我來講是有吸引力 但是 對於如果你是比較偏向物實面的來講 那你可能選擇GT就好了 220 對你來講也許不適合 那總結來講 我認為GT220是一台體質相當棒的車 但是它並不是什麼 就是性能什麼的 因為 以它的比重來說 它還有七成是舒適為取向的 它並不是全藍的性能車 全藍的性能SUV 它只是帶有性能味的 家用SUV 對我來講它的定位算是這樣子 所以說 你如果對 U6 GT220的期待是 哇我要拿去P1啊 跑賽道什麼 那算了 你還是去找方卡好了 但是如果你的需求 就是我前面講那種 那也許 你可以去考慮 GT或GT220 好 那 以上就是我這次的體驗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展示這件試駕看看 謝謝大家